他应该是在打个14 15年 14年 在这个河南的一线队开始踢啊 也是球队老队长 今年打的比较少 最后也是让他首发出战 今天也带着队长修标 主赛办唐顺奇 吹响了全场比赛开始的哨音 阿布图埃里这赛季只打了两场 有一次首发 看看这次后连有机会 帕尔曼将停住 左脚射门 门将 王志峰做出精彩铺就 这球传的票 停的也好 他确实紧张 对 现在紧张没有关系 这个20岁的年轻球员 对吧 才看这个进攻 好球 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赛季豪分出来 没有给到外线 看看边路一对二 要打回来 王上源 后点两个人接 可以起球了 选择了一脚远射 这小球呢 打得比较正 你看他这长船太准了 再扣 左脚 右脚再射 哇 好球啊 王上源 又是长船 你看他脚脚都很舒服 左侧 阿博多埃利看看船中 好质量 头球 一比零 漂亮 老夏阿博多埃利在左侧第二次精准的船中 这次找到了外援 多拉多 多拉多甩头攻门 一比零 河南队觉得领先了 之前阿博多埃利呢 是长船找了一次这个帕尔曼江 帕尔曼江打丢了一个单刀球 哇 这个弧线一出来就感觉非常美妙 到这个阶段都已经是最后一下了 最后一下了 但是中场的直塞回敲 回敲 分边 再传到中路 对 这是一系列的进攻配合 但是这种直线的那种传球 王上源 看就这下 这下太重要了 分 对吧 然后前叉 对 这个中场我们真是要看一看 把这个后方线已经全给带乱了 对 冲乱了 辽军线顶了一下 二点下栏 再挑球 凌空射门 又是帕尔曼江 报道我也特意查了 没有看到这方面的新闻 但是有河南球迷确实是这么说的 有可能是最后一场 因为他现在也带着用销标嘛 看看这次 转出来 好的 左脚的射门 多拉多 过来之后 需要吃的部位很准 对吧 我们看 打的还真是不错 打的还不错 脚球打了一战术 阿布图外利赛传后点 头雄 李超顶下来 凌空射门 漂亮 关键这个球难度很大 难度很大 很高啊 下来 找高空球 哇 真漂亮 车拿球往前带 背后没有铲到 诺贝斯往中路切 要自己远射了 这脚球应该难不倒门将 好球 寒冬 再给 敲 零 马胜玉是有远射的 打一脚 进了进去 防号走外线 打门了 赛传后点 多拉多这 找点找得真好 哇 这功力还是挺有意思啊 对 挺好 好球 我位接球的位置 都是 都处在这个 看看这个脚球啊 中路好落点 赵宇豪抢到 背身 多拉多 左脚射门 漂亮门将 哇 玩了一个犯规啊 看看这球 这门将怎么出来的呀 哎呦呦呦呦 左脚脚尖勾出来了 他重心已经往这右边去了 帕尔曼将又来了 帕尔曼将又来了 帕尔曼将要自己来了吧 果然射门了 所以他回来的时候 当时基本上还是以替补身份 陈浦落点不错 投球 门线解围 再补 舒逆袭果然进球了 今天的下半场比赛 多次冲到对方的禁区附近 这个球呢 就是乱战 好像第一下已经差不多了 第一下都拉多的投球 门将这一下发挥整场很好 但是最后是可有点小失误感觉啊 这个球没打远 你看这个战术教练 这个定位球应该是定位球 脚球战术教练 陈浦开的质量首先也很高 看看这球是有什么疑点啊 他属于在越位置获利了 没错没错 大可难真是越位了 吹了 他往回看了吗 越位了越位了越位了 他吹马星越干扰这个防守队员 干扰了李超 舒逆琪说了 我好不容易进一个你 什么时候动作一夸张 才朋友就想着 他都知道这些 护球 才朋友看着说 你开出来我就吹了 现在的话 全场比赛结束 最终河南队是靠着上半场比赛 多达多的头球得分 1比0 击败了武汉队 拿下了这场比赛的胜利 这场比赛 和你 是靠近了 是靠近了 谢谢大家